字幕君 李宗盛 嗨嗨 大家好 我是可可 那這週更新出現了 昨天的西安情報10點才更新 然後可以開直播一起跟大家看一下內容到底有哪些 那現在的部分就是一個一個看細節內容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部分更新奧塔六樓 這不用多說啦 昨天就在猜應該是會出了 那六樓的部分我覺得要特別注意的部分是 它是不死族 但它不會套用騎士維生術 所以法師不能爆怪 又搞這招啊 然後新增木萊伊的道具跟內容啦 是屬於妖精類的 那下一個更新的部分是煉金術 然後增加一個蜜藥煉金的部分 那蜜藥煉金的部分 我這邊實際買了一包之後去測 煉金術蜜藥師是什麼 它裡面的道具大部分都是一些 覺醒書 抽卡箱 那下一個的部分是熱源的部分 熱源部分的調整 把一般的世界地間變成了經濟場地間 變成跟拉洞是一樣的 那配組也是跟拉洞一樣的 那強度的部分也大幅度的調整 那它時間是每週一到五的都可以進去 那基本時間是五個小時 那這邊有提供測試的部分是 那經驗從原本一隻三萬變成一隻三十萬 那三十萬的部分是有做一百%的經驗加成的 所以原始經驗應該差不多會來到二十三左右 那在夢島打怪的部分也是會 像拉洞一樣會掉那個標記 那標記的部分可以塞收藏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它會掉的碎片箱是一般都是刻印的 然後可以透過這些標記部分 可以把它改成非刻印去做銷售 改成非刻印的數量必須各式 標記個2000格這樣子 那這次有新增一個就是 祝福卷終於來了 那祝福卷這部分可以依照機率可以去 放在裝備身上 然後成功的部分 該裝備就會變成祝福的系列 那從真話到一般都有 那傳說跟英雄 紅裝的話部分是10%啦 那紫裝的部分是5% 那一般吸有的是20% 我們像這種中小課的話 應該是可以用在 如果說你沒有紅裝的話 可以用藍裝的飾品上 因為可以多一個洞 那個洞的洗出來的數值會是相對好一點的 印章的部分有新增一個角色 然後是可以透過印章去購買碎片 然後遺棄者之地有調搶了這個小細節 那這個另外一個有個細節是 如果說你是紅人啊 你可以透過像那隻三環的那個小妖精 擊殺他們去洗白你的那個真意值 然後項鍊跟皮帶的強化素質有修正 就是加1的部分以前都是加30啊 加30血變成現在都可以加1命 加2的話是2命 然後以次類推推上去這樣子 皮帶的部分也是 那皮帶的部分加的內容是剪面 然後這次英雄道具啊 可以做史書1到8張 終於來了說不會丟進去還是丟進去了 製作數量是5個 然後去做10%的強化機率 所以今晚或是民館 就會看到有人在撞這個東西了 這一次的氣息經電啊 然後T恤面甲肩甲 如果說你透過氣息去經電素材的話 這次有加PVE的數值 然後也是機率性獲得的 好然後奧曼之塔6樓的活動地間 那活動地間的部分一樣可以做紅布碎片 所以能做的就是趕快做一做 奧曼之塔的活動祭送 這不多說 然後再來就是死光頭的回復死亡補助 那現在死亡補助呢 就是金幣跟鑽石都會摺50% 這次專門是又會給光頭用的 然後娃娃探險的部分啊 新增一個月光森林 月光森林的部分 它會掉金色碎片 可以兌換道具啦 那道具的部分應該就是選景碎片 會是最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各式的護身符箱 那下一個過水的千道 多說 那這次秘籍的秘籍收藏的部分 是來到了傷害減免篇 世界移轉呢 就是移民的部分啊 這次的時程有給大家看的 4月26到4月28的部分是選謀移民 那28過後到下週更新前是個人移民 那每次移民都是有兩次的世界跟一次的分流移民 那這次有多開一個角色移民 就是各的移民 從5月3號到5月5號 那這次移民的內容是分流的移民 就是從01到04這種的分流移民 就是額外多開的一次 那只有一次機會喔 所以真的要移的話必須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換到禮包內容的部分 那禮包內容部分這次附加的內容是 就是換夢幻品證跟買一買之後會一個高級品證 夢幻品證的部分三個可以換 那個藍石頭跟符石 然後也可以塞收藏 那收藏的部分是有限時的 那接下來是機體強化篇 夢幻樂園的護身符箱 每箱有10個 那每箱可以買 每箱是2000磚可以買10個 所以總共可以買10次這樣子 那再來子記禮包 一樣4包可以合一次子記 然後可以做一張紅卡 那這次有更新一個部分就是紅卡的啊 他可以做龍魔石那也是1000顆 那接下來來到每日系列 每日系列的第一個部分是寶物箱 寶物箱這次來到的也是技能篇 技能篇持續 那這次寶物箱有新增的內容 就是可以開到指南針 好那下一個每日箱的部分是 鏈金術師密鑰 然後新增一個是鑽石補給 一點點補給的鏈金術箱 每箱1300大家可以買8包 那這次密鑰箱是可以做選擇的 可以選擇新的鏈金術師密鑰 跟一般的紅鏈金密鑰 好那這次有新增兩個簽到禮包 也是2000轉 那簽滿之後10%的積約可以拼紅啦 這一次的商城製作啊 從歐靈之石改成 周時藥水 又是一輪的更替 這次有新增一些東西可以做 第一個部分是 新的就是拉斯塔趴德的高階植物 是可以做的 這次可以做的 跟一些通用紅布跟通用植布 這次也是可以做的 然後做出來的注意是刻印的喔 所以沒辦法做出來賣 那以上就是本週的更新啦 那這更新的篇幅有點長 那主要大部分都是圍繞在 奧塔六樓跟夢幻之島的更新內容 那如果說你喜歡看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那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記得看我的頻道喔 現在我現在每週的 246的晚上8點半都會開直播喔 記得來看一起聊天 那我是可可 我們下週見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是可可可 我們下週見 後期節目